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,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069話情報 魯夫將與路基再次碰面 標題天才之夢 匪夜賈吉士和凱薩 在回憶他們在妹子的日子時,繼續戰鬥 標題的意思是指 貝加龐克為世界每個人提供自由能源的夢想 但他的研究將他帶到了神秘的古代能源 這就是為什麼他很快就會被世界政府抹去 看來貝加龐克是研究到了世界政府的經濟 貝加龐克01命令釋放 刺天使女帝、刺天使鷹眼、刺天使聖品 他還把控制權交給了戰逃丸 交給戰逃丸應該是不意外的 因為他也是科學部隊的 陸基在貝加龐克06身上又有了六王牆 他嚴重受損 如果有看過以前魯夫BS陸基就知道 六王牆是一招非常強的招式 曹茂海團和CP0團隊在本章最後碰面 該不會要夢回兩年前吧 但陸基現在的實力很難打贏五檔的魯夫 不然魯夫太沒有排面了 我自己覺得很難認真打起來 小打小鬧比較有可能 下週不休看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掰掰